我們還要跟各位介紹幾個有關於圖片格式的問題 因為除了影片 剪接影片你在製作這些訪談 會不會用到我們講的照片也好 或者是插圖 對不對 像我們剛剛在這裡面 有沒有找這個 這個 這個進來你有沒有發現是去背好的 那你不覺得奇怪 到底什麼時候有去背 什麼時候沒去背 所以那個格式我們要認識一下 首先你可以看到 JuJu姐剛好有介紹兩種 GIF 跟什麼 JPEG JPEG應該是各位 我們生活裡面最常用到的 你看你的手機一般拍起來是不是都這個格式 數位教授也是 但它會是最好的格式嗎 當然不是 因為早期 記憶卡沒那麼大 對不對 我要好品質又要容量小 不得已當然就只要選這個 因為JPEG JPEG或JPG 它本身是屬於破壞性的壓縮 所以其實你每次在存檔的時候 它都會告訴你 我要壓縮百分之多少 如果老實你存檔再存 你會發現品質會越來越差 但是有個好處 檔案越來越小 哈哈哈哈 所以它其實真的不是一個最好的格式 那如果你有興趣了解它的來容去脈 你可以去看一下 原則上JPEG 原則上JPEG 它適合處理的就是像我們講的照片是漸層 照片的或是漸層的 各位註音我們可以接受 因為我用華書寫 哈哈哈哈 好 漸層的 所以那個顏色很豐富 所以就適用 適用 但是它不適合處理色塊的 所以反而我們的GIF GIF 是網路世界裡面最早會動的圖片 它有一段時間沒落了 為什麼 因為Flash 因為Flash是不是有 有影片有互動 又有動畫 還有一些多媒體的東西 不過呢 它最近又回來了 因為Flash不行 它又回來了 哈哈 因為大家覺得 不會動的東西 就覺得好像少了什麼 雖然沒有辦法完全彌補 之前Flash的那些內容 可是至少它會動 所以你會發現 最近這兩年 Facebook才支援GIF動畫 早期是沒有的 你放GIF是放不上去的 這個是 還有像你們Line 有沒有 貼圖會動啊 那些都是GIF 所以 這是它的優點 它可以做動畫 那但是缺點是什麼 它最多只有256種顏色 所以顏色不多 因此不太適合做照片 第二個 它漸層很差 因為漸層 就好像各位看到的彩虹 請問彩虹是 1234567紅塵黃綠藍電子 這七個顏色嗎 當然不是啊 是不是漸層要很漂亮 像中間有很多中間色 你越漂亮 中間色越多 所以GIF就沒辦法做到這一塊 因此它適合什麼 色塊 什麼叫色塊 比如說我們的Logo 一般的Logo 或像這種插圖有沒有 插畫 卡通 是說色塊比較多的 所以它就適合那一種 那這兩種呢 都是我們一般在哪裡 就是網頁上常見的 可是呢 現在新的網頁的標準 是下面這兩個 啾啾寫沒介紹 只好我自己來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現在的網頁是HTML5 對不對 好 那PNG就是它上面標準的點證圖 就是我們講的照片 那麼SVG就是向量圖 也就是像Flash一樣 放大縮小不吃針 所以未來會取代它的 就是它 當然它目前 老實講 還是沒有辦法 完全像Flash那麼多媒體 可是你會發現 現在比較新製作網站 上面的動畫 那些東西通通都是SVG 都是SVG比較多 那PNG呢 它基本上 它就針對什麼 網路而來 所以它融合了這兩個的優點 因為我們剛剛講的 JPEG適合什麼 照片嘛 漸層 可是它的色塊處理就很差 以前我們都只好選邊站 就是說這張是照片 我就選JPEG 這張是LOGO 或者是卡通圖 向量的插畫 我可能就會選擇GIP 但是有些時候 有些圖剛好兩個融合在一起的 你沒辦法 這個時候呢 我們用的PNG就拍張用場 因為PNG適合照片的 也適合色塊的 它只有一個做不到 叫做動畫 它沒有辦法做到 但是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優點 剛剛各位看到我們那個講台 有沒有發現是去備好的 而且你們剛剛不知道有沒有注意到 我有做倒影 倒影有沒有發現是半透明的 因為我們的這個PNG 不只是像GIF可以設一個顏色的透明 它可以有256種 也就是從不透明到完全透明 有256種的程度 所以你的陰影 一般是什麼就半透明了 所以它就很適合 那SVG更不用講 它本來就可以是透明的 本來就可以是透明的 所以以後呢 各位這兩個格式就是 我們影像處理也好 剪接影片處理最常會用到的格式 因為都有去備的話 是不是就相對比較容易做 當然不代表每一張PNG都是去備的 可是至少你可以透過它可以找到 待會我們告訴各位你怎麼去找 而且要找免費 又加上沒有版權問題 這比較重要 對不對 這個是先跟各位簡單說一下 然後那個說明